自从特朗普在10月2日宣布自己确诊新冠肺炎后 关于他是如何被感染的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不过一项自诩什么都懂得特朗普又出来发话了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0月9日报道 特朗普在日前接受福克斯新闻的访问时 公开表示自己的新冠肺炎 与慰问殉职军人家属的金星招待会有关 据悉当天时间9月27日 白宫曾举办了一场慰问殉职军人家属的金星招待会 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都有出席 特朗普也因此认定自己的病毒感染源 来自参加该活动的殉职军人的家属 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称 自己无法取消像金星招待会这样的重要活动 他在会上曾与35名家属接触 距离他们只有一寸远 他和妻子梅拉尼亚曾倾听了每一位家属的故事 并和他们分享失去亲人的痛苦 不过特朗普的这一番言论却为他招来了非议 国会议员杰克里德公开批评特朗普的行为 并呼吁特朗普对这些殉职军人的家属公开道歉 李德称特朗普的说法等同于给予这些适举亲人的家属二次伤害 与其在此时向这些值得尊敬的家属们泼脏水 不如开始真正的行迹追踪 据悉虽然参加金星招待会的人员并未被强制佩戴口罩 但所有家属在参加该招待会之前都必须接受新冠病毒检测 只有检测结果呈阴性的人员被允许参加该招待会 白宫传播总监爱丽莎法拉表示金星招待会遵守了所有防疫规则 也并未听说过其他曾出席该活动的人员确诊 报道称特朗普之所以把自己的病情怪罪在金星招待活动上 只不过是为了塑造出一种为殉职家属军人无私奉献的形象 事实上比起特朗普提到的金星招待会 后一天举行的大法官提名仪式更值得关注 当地时间9月27日包括特朗普在内 共有超过100人出席了在白宫举行的大法官提名仪式 而且多人未佩戴口罩 更巧合的是已有多名曾出席该活动的人员被确诊新冠肺炎 包括前白宫顾问凯利安·康威 白宫新闻秘书凯利·麦肯尼 北加利福尼亚参议员康姆提利斯 和犹他州参议员麦克里和前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 所以这场活动被认定为一次超级传播 另外当地时间6日白宫前医学顾问乔纳森·赖娜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 特朗普可能就是这次白宫内部新冠感染事件的名号病人 赖娜认为总统在入院前至少一周感染了新冠病毒 很可能就是超级传播者 虽然特朗普是如何感染的尚不明确 但特朗普自行断定感染源的说法 很大程度上又是在立人设罢了